冠心病的面向记号之一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阎王爷的三把刀 听起来就很恐怖是吗 确实如此 这三把刀的记号一旦产生 就几乎代表了你的心脑血管 或者是冠心病已经开始发生了 第一把刀叫做断三根 就是在鼻梁出现了这样一条非常明显的皱褶 一个很清晰的纹路 尤其是横着滑过来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多条短纹横着画过去的 都代表着心脏功能障碍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了 在金菩提相学之中呢 这个山根处也代表着心脏的区域 那么这是第一刀 请记住了 那我们在下一期就会教大家 阎王爷的第二把刀在哪里 敬请关注我的频道